主任,有網友來問說 性生活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對我來說,就算沒有做愛 有輕輕抱抱的感覺 就很輕易舒服了啊 為什麼一定要做愛呢? 嗯...OK 嗯...聊天很重要嗎? 一起看看電視出去走走 不是就很舒服了嗎? 為什麼一定要講話? 吃美食很重要嗎? 有吃飽就可以了啊 為什麼一定要去很好的餐廳? 輕輕抱抱很重要嗎? 為什麼不直接做愛就好了呢? 其實啊,這是因為 每個人要做什麼才會覺得快樂滿足 都是不一樣的 同樣的,每個人對感情的需求也都不一樣 有人覺得輕輕抱抱就很舒服了 有人卻覺得一定要做愛 才能感覺到對方很喜歡自己 一起享受性愛才會有親密的感覺 對他們來說,做愛啊 就很像是用身體在聊天 說一些平常說不出口的話 感受一些平常感覺不到的情感 用身體來品嘗,平常嘗不到的好滋味 所以也許做愛對你來說不是很重要 但是對他來說卻很重要 這時候就要好好了解他的需求喔 調整出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這樣你們的感情才能長長久久好好相愛